担任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 申请所需的基本要求 要成为CBSA官员 您必须满足一些基本要求 您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 您还必须拥有高中文凭和合法驾驶执照 同时完成加拿大枪制安全课程和加拿大限制性枪制安全课程 预测试和预筛选 CBSA还要求其申请人完成多项测试和预筛选措施 第一项是军官培训生入学考试 这项考试测试每个申请人的推理 写作和分析思维能力 如果申请人未能成功完成这项考试 他们将不得不再等一年才能再次参加考试 下一个预先筛选的措施是面试 面试将考察申请人是否能够处理困难的情况 并测试申请人的价值观 道德、果断、判断力和个人诚信 面试后是身体评估 CBSA的体能评估被称为Pair 是体能需求评估的缩写 本评估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障碍课程 然后是推拉课程 最后是举重课程 为了通过Pair 申请人必须在4分45秒内完全完成测试 事实证明 掌握第二语言对大多数政府和联邦工作都有好处 CBSA也不例外 这就是为什么CBSA有第二语言评估 尽管了解英语以外的语言可能不是一项要求 但与其他可能不了解其他语言的申请人相比 这是一项优势 虽然身体素质在执法工作领域很重要 但心理素质也同样重要 CBSA的心理测试考察了你应对工作中可能带来的压力的能力 医疗许可在成为加拿大边境安全局官员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加拿大边境安全委员会要求所有有报复的官员都必须通过强制性医疗许可 最后招聘过程的特点是非常彻底和离散的安全许可 从就业史到数字指纹信用检查 甚至关于您出国旅行的信息 无所不包工作类型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在加拿大1100多个地方工作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 他们不仅在边境工作 加拿大边境安全局在任何进出加拿大的入境口岸工作 这意味着CBSA官员在机场 邮政设施边境国际水域铁路和移民办公室工作 除了工作地点 官员们还被要求了解大量信息 例如什么可以和不能通过边境和X光检查 如何有效地读取X光检查以及如何识别假文件 身份证明和护照与您合作的人口 CBSA官员与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 我的意思是字面意思 根据你在CBSA的职位 你可能会与来自各个国家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打交道 主要原因是你真的永远不知道谁在穿越边境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该国是移民的热门目的地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通过帮助和指导他们 在加拿大合法居留的过程来直接与他们打交道 工作描述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根据你作为加拿大边境安全局官员的任务 典型的一天可能会有所不同 从坐着看X光片寻找危险材料 到在边境工作 检查护照 甚至检查车辆 根据你工作的入境口岸 气氛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例如 在农村地区的一个小入境口岸工作 可能意味着工作很慢 这可能是好的 也可能是坏的 这取决于你的个性 喜欢轻松工作氛围的人 可能更喜欢较小或乡村的工作场所 但喜欢繁忙工作氛围的人 可能更喜欢在经常跨越边境的地方 有一个更大的入境口岸 例如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任何边境 其他有趣的信息 与大多数其他执法机构一样 加拿大边境安全局也有一些有趣的细节 例如 很多人不知道CBSA在邮件设施中工作 目前 加拿大邮政服务局在加拿大的三个邮件设施工作 一个在多伦多 另一个在温哥华 最后一个在蒙特利尔 CBSA是成立于2001年的较新的联邦机构之一 因为它太年轻了 所以在培训过程中 CBSA是更现代化的执法机构之一 例如 加拿大边境安全局的第一阶段军官培训是在申请人家中进行的 第一阶段的培训是为期四周的在线课程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自从我第一次被问到我想做什么谋生以来 我的一生都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会印象深刻的事情 一个以荣誉著称的职业 一个被视为真正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职业 很快我就知道执法是我的领域 但在执法的所有不同领域中 我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 在我找到一份加拿大邮政的工作后不久 我就开始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一起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与军官们的交谈 我知道我想成为一名CBSA军官 我将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现我的目标 我喜欢海关职业的许多方面 喜欢确定哪些可以和哪些不能越过边境的过程 以及与之相关的规则和条例 最重要的是 我喜欢加拿大边境安全局是加拿大国家的前线安全部门 作为一个24小时保护加拿大土地 同时防止犯罪的机构的议员不仅光荣而且有趣 我喜欢这份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因是 就工作保障而言 这是一份安全的工作 从我采访过的官员那里 他们都说他们有安全的工作 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 很可能 无论发生什么 这个国家都需要关注和保护其边境 你不喜欢这份工作的什么地方 为任何执法机构工作都有好处也有坏处 但由于CBSA是一个联邦机构 这意味着一旦你得到这份工作 你就可以被告知在全国任何地方工作 这对我来说并不理想 因为我不想与家人分离 必须在一个我没有去过 也不太了解的省或地区工作 从我被照顾的家庭环境到我可能独自生活的另一个省 这是一种风险 但如果我想实现成为CBSA官员的目标 这些风险是必要的 执法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相关风险 无论是成交 警务还是安全 对我来说 有一天成为一名海关官员会压倒所有风险 CBSA最让我惊讶的是 它是一份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工作 这个国家将永远需要警察作为我们所有边境和入境点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我了解到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 CBSA培训的第一阶段是在线进行的 在我看来 我发现这个过程要容易得多 也要通融得多 我觉得CBSA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职业 主要是因为我对他们作为代理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我有适合这份工作的个性 例如CBSA官员需要知道如何与他们遇到的各种人进行有效沟通 沟通是我的强项之一 违影反射 我选择了一本加拿大护照作为我的工艺品 加拿大护照象征着进入加拿大边境的门户 边境服务官员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能够准确识别包括护照在内的虚假或伪造文件